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怨就有恒 这个恒就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一日念几句 要怎样念 随个人的根基 念六字 还是念四字 也是依根基 也就是讲 现在更健康年轻 就念完整的六字 南无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 南无 表示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呼唤 也表示我们点头答应 接受阿弥陀佛的好意 同时也表示 将我们污蔚 罪恶 无常的生命 完全归头清静的 有功德的 永恒自在的生命 南无是凡音 翻译成中文叫做归命 所以 身体条件可以的话 就念完整的 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 准备睡觉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 六字太长 准备睡觉 就念四字 阿弥陀佛 如果 练脑 或者是身体病痛 气血沽衰 就念 佛 一字 也可以 再者 如果身体衰弱 嘴巴已经僵硬了 快断气了 已经都连不来 也无关系 只要心中知道 有阿弥陀佛的救度 或者是心中想不起来 有阿弥陀佛的救度 也无关系 因为 不是我们去拉阿弥陀佛 而是阿弥陀佛 以拉住我们 将我们抓住 抱住了 一日能念佛多少 就尽量念 为什么 念佛不单止是接受 阿弥陀佛的要求 和我们的答应 念佛对我们的心心 有很大好处 原因在于 我们虽然接受 阿弥陀佛的救度 将来 要往生寄入世界 但是肉体 仍在这个世间 只要肉体 仍存在 一方面 内心一定会有 贪 亲 痴 妄想 习念的烦恼 一方面 身体难免有病痛 而且 在家庭 社会当中 要与人接触 有种种的事情 这些 如果有念佛 就可以比较圆满 小障碍 也就是说 有念佛 和人处世 都会有好结果 会有好因 好圆 常常念佛 妄想集念 就会比较少 烦恼就比较轻 这样 身体当然就比较轻安 小病痛 身体病痛 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业 一方面是年龄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心 有一句话说 病生于情 病是从情绪 也就从七情六欲为的 要幸福七情六欲 就要靠念佛 而且念佛 更可以消业障 增福位 能业障消除 福位增长 自然就可以 消灶缅难 逢空化吉 遇难情长 南无阿弥陀佛